在璀璨的灯光下,一场盛大的晚宴悄然拉开序幕,红毯上,星光翼翼,各路明星纷纷亮相,为自己的事业和梦想在天一抹亮色。 然而,在这光鲜亮丽的背后,却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情感故事。 故事的主角,正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两位青年演员,徐凯和谭松韵。 徐凯,一位拥有深邃眼眸和阳光笑容的帅气男生,凭借多部热播剧集迅速走红,成为无数粉丝心中的男神。 而谭松韵,则以他甜美的外表和扎实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广泛好评。 两人虽然曾在不同的影视作品中有着出色的表现,但似乎从未有过交集,然而,命运的红线却在不经意间将他们紧紧相连。 这次晚宴,原本只是他们各自事业版图中的一个小小站点。 然而,当得知彼此都将出席时,两人的心中都不禁泛起了涟漪,或许是因为工作的忙碌,或许是因为生活的琐碎。 他们已经有太久没有静下心来,去细细品味那份藏在心底的情感。 于是,他们决定,借这次晚宴的机会,再次相遇,再次感受那份曾经错过的美好。 晚宴开始前,徐凯和谭松韵分别在不同的角落忙碌着,他们与各自的团队沟通着细节,调整着妆容和服饰,确保自己能够以最佳的状态出现在众人面前。 然而,他们的心中却始终牵挂着对方,期待着那个重逢的时刻。 终于,晚宴的钟声敲响,宾客们纷纷入座,徐凯和谭松韵也在各自的座位上坐定,开始享受着这场盛大的宴会。 然而,他们的目光却始终在人群中搜寻着对方的身影,每当有熟悉的身影掠过,他们的心跳都会不由自主地加速,期待着那个期待已久的重逢。 在晚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徐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座位,他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了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而就在这时,谭松韵也恰好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中,两人四目相对,仿佛整个世界都静止了。 那一刻,他们的眼中只有对方,仿佛时间倒流,回到了那个曾经错过的美好时光,两人就这样静静地站着,享受着这份难得的宁静和美好。 他们聊起了彼此的近况,分享着工作中的点滴趣事,虽然时间不长,但这份难得的相聚,却让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幸福。 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很快,晚宴就接近尾声,徐凯和谭松韵也不得不再次分开。 各自回到各自的生活轨迹中,但这次重逢,却让他们更加坚定了彼此在心中的位置。 他们知道,这份情感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他们的心底,无法抹去。 回到家中后,徐凯和谭松韵都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他们开始回忆起这次重逢的点点滴滴。 每一个细节都让他们感到无比的甜蜜和幸福,他们开始意识到,原来爱意一直都在,只是他们曾经没有勇气去面对和承认而已。 于是,他们决定给彼此一个机会,去重新开启这段美好的情感旅程,他们开始频繁地联系对方,分享着彼此的生活和工作。 每当有空闲时间,他们都会相约见面,一起逛街,看电影,吃饭,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却让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和满足。 随着时间的推移,徐凯和谭松韵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他们开始更加珍惜彼此的存在。 更加用心地去经营这段来之不易的情感,他们知道,爱情需要付出和包容,需要理解和信任,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份情感长久地延续下去。 在娱乐圈这个充满诱惑和竞争的舞台上,徐凯和谭松韵能够坚守自己的初心,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情感,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他们的故事也告诉我们,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挑战,只要我们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去追寻那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就一定能够收获美好的结果。 当然,爱情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徐凯和谭松韵也曾经因为工作的忙碌和生活的琐碎而产生过矛盾和争执,但每当这个时候,他们都会冷静下来,好好的沟通和交流,他们知道,只有相互理解和包容,才能让这段情感更加坚固和长久。 除了工作上的忙碌,徐凯和谭松韵还面临着来自外界的压力和质疑,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的感情生活总是备受关注,有些人对他们的恋情持怀疑态度,认为这只是为了炒作和宣传,但徐凯和谭松韵却从未在意过这些流言蜚语。 他们知道,爱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彼此的感受和想法,面对这些压力和质疑,徐凯和谭松韵选择了更加坚定地站在一起,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彼此之间的真爱和默契,他们一起参加公益活动,用爱心和善意去回馈社会,他们一起拍摄影视作品,用精湛的演技去征服观众,他们一起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困难,用勇气和智慧去战胜一切。 如今,徐凯和谭松韵已经成为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一对情侣,他们的爱情故事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和传颂。 他们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爱情需要勇气和决心去追寻和坚守,幸福需要付出和努力去创造和珍惜,愿每一个相信爱情的人都能像徐凯和谭松韵一样,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去追寻那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和美好。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期待着徐凯和谭松韵能够继续携手前行,共同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和瞬间,我们也相信,在彼此的陪伴和支持下,他们的爱情会更加甜蜜和长久。 让我们一起为这对幸福的情侣送上最真挚的祝福和期待吧。 在娱乐圈这个充满变数的舞台上,徐凯和谭松韵用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爱情是真实的,美好的,值得我们去追寻和坚守的,愿每一个相信爱情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和美好。 徐凯,作为新生代的当红小生,以其精湛的演技和迷人的外形,俘获了一大批粉丝的心。 而谭松韵,因其甜美的笑颜和极具感染力的表演风格,也同样备受关注。 两人第一次相识是在某次电视剧拍摄中,那时,他们都还是娱乐圈中的新人,彼此之间没有太多交集。 然而,命运的红线似乎早就悄然迁起,拍摄过程中,两人的默契逐渐显现,不少剧组人员都感受到他们之间那种特殊的化学反应,时间飞逝。 徐凯和谭松韵各自忙碌于不同的工作中,就在粉丝们以为两人可能在无交集时,命运再次安排了一场美妙的相遇,那是一个充满星光的夜晚。 某知名品牌举办了一场豪华晚宴,徐凯与谭松韵虽未在邀请函上见到彼此的名字,却都不约而同地出席了这场盛会,晚宴的氛围高雅迷人,水晶吊灯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嘉宾们穿梭于奢华的会场中,络绎不绝,然而,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徐凯与谭松韵的目光不经意间相遇了,那一刻,四目相对,仿佛时间都为之停滞,徐凯的眼神中充满了惊喜与温柔,而谭松韵的笑容则勾起了徐凯对于他们初次相遇时的美好回忆,两人目光交汇的瞬间,没有一句言语。 却胜过千言万语,晚宴进行到一半,主持人宣布进入中场休息时间,徐凯假借休息之名,悄然不出会场,走向了一个人际罕至的小花园,谭松韵似乎也料到了他的行动,不久之后也悄悄离开了座位,追随着熟悉的背影来到了花园,威风袭袭,花香肆意,他们站在花园的一角,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单独相处的机会,徐凯望着谭松韵,轻声说道,真没想到, 能在这里遇见你。谭松韵调皮的眨了眨眼睛,是啊,世界这么大,缘分真是奇妙。 两人的对话虽然轻描淡写,但每一句话中都含着深深的情谊,无论是徐凯为谭松韵挡风的一刻,还是谭松韵轻轻为徐凯整理领带的动作, 这些细微的互动都流露出他们对彼此的关心和爱意,徐凯忍不住打趣道,电影台词这么多年,你有没有练习换一句? 谭松韵笑道,那是你太了解我了,两人随即相视而笑。 短暂的重逢让他们回忆起过往的美好时光,无论是工作中的并肩作战,还是私下里的嬉笑怒骂, 他们的感情都是那么真挚,虽然彼此之间从未明确表达过心意, 但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每一个温柔的眼神,都在诉说着他们之间那份深深的情感。 晚宴结束后,徐凯和谭松韵各自离开了会场,但那一晚的相遇却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虽然他们的生活仍然忙碌,但内心中的那份爱意从未远离, 他们继续在各自的事业上拼搏,而粉丝们也时刻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无论他们是否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公开他们的关系, 这个故事已经在许多人心中定格为一段美好的回忆。 爱,一直都在细节里,不需要太多言语,只要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便能胜过千言万语。 徐凯与谭松韵的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细节才是最打动人心的。 未来,徐凯和谭松韵或许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也许会有更多的故事发生。 而无论如何,他们在娱乐圈中已经各自闪耀,用自己的实力和魅力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作为观众,我们或许只能静静地祝福他们。 希望他们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一直保持初心,继续创造更多的精彩作品, 带给观众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徐凯与谭松韵的故事,如同一曲悠扬的琴音, 在娱乐圈这个纷扰的舞台上,走出了最动人的旋律。 在未来,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用自己的方式,传递那份细腻而真挚的情感, 成为彼此人生中最美的风景。 有机会,带给观众更多的情感, 从来,将冠賞给大家的情感,